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逻辑思维 曾经跟大家讲过归类分组这件事情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归类分组当中的收敛 从问题变成主题 然后从没有排序变成索引 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把这件事情给收敛起来呢 我们请豪哥来跟我们做分享 其实我们之前提到归类分组的时候 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脑的运作的关键 为什么 因为当资源或者是说你的资讯非常发散的时候 不仅说我们在跟别人传递资讯的时候 我所谓的我们跟别人 包含是我们人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跟资源讲说 今天有学到了重点 有18项 跟我学到重点三项 包含我要去记这18项 跟记这三项差别就很大 因为18项记不住 三项记得住 更谎论在我传递资讯的时候 被传递的人 比如说像资源 你记18项不太可能 但记个三项你就记得住 所以大脑在处理众多资讯的时候 我们试着把它归类分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让被传递的人 跟传递资讯的人能够记得住 这个是原来我们在讲 大脑运作原理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今天特别讲的是收敛 其实收敛这件事情 如果回到决策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我如果有非常多的资讯的时候 我不仅会有所谓的选择障碍 更重要的概念是 我可能包含我的资源在分配的过程当中就发散了 一旦发散的时候 我要想要避其功于一亿 能够打胜仗就很痛苦 我们先讲导饮跟索饮这件事情好了 比如说今天我要买一个食品 我们上次曾经讲过 要记忆的话 老哥上次举个例子举个10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去买东西的话 从牛奶 优格 优露乳 汽司 然后香蕉 拔辣 番茄 可乐 啤酒 绿茶 你想到分成三类 为什么奶制品就四类 然后水果三类 饮料三类 所以当你在脑袋里形成这样的一个记忆的时候 这10样东西你就算没有清单 你也可以比较稍微轻松的记住说 奶制品 水果跟饮料 好 重点来了 请问一下 今天如果我随便来问大家 我们就把这个资源当成是我们一般听众来问好了 我请教一下资源 如果今天你要去买奶制品的时候 你走到一个supermarket里面去 你会到所谓的食品区 还是日常用品区去买 当然是食品区 那回过头来 如果今天我要告诉你说 你要买的是所谓的牛奶 或者是买蔬菜的时候 你会跑到冷藏区 还是冷冻区 还是常温区去买 冷藏区 所以你看就是在我们脑袋里面 当你一旦归类分组之后 其实收敛它是会跟我们知识 互相去做串接的 什么串接呢 就是当你知道说 我过去在买牛奶的时候都是冷藏区 我过去在买蔬菜的时候都是冷藏区 我就不会到常温区去买 更不要说 我今天如果说是要买这个食品的话 我看到这个上面 就是我一般的supermarket或大卖场的时候 它挂这个牌子 这边是日常用品区 这是洗涤区 这个是食品区 甚至它有时候还会冷藏区 常温区的话 你就开始做决策了 这决策最主要概念是什么东西 这决策最主要概念就是 因为你把它归类分组了 所以在我们脑袋里面 这些资讯被收敛之后 可以降低我们的决策成本 降低我们的沟通时间 所以收敛这件事情本质上 它就是节省我们时间 跟节省我们成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而节省时间跟节省成本又回过头来了 我们大脑里面 已经如果预设立场的话 对你跟别人沟通而言的话 就变得比较简单 什么叫你跟别人沟通 我们想想看 除了说你买10样东西 继承三类之外 如果今天你要去一个便利超商或supermarket 你要去找这些你想要买的食品的时候 里面所有的标示都标示不清楚 有的地方放冷藏 有的地方放常温 然后你脑袋里面也从来没有一个叫做 牛奶跟蔬菜是放到冷藏去的话 你只能瞎子摸像 一条道一条道的去找 一条线一条线的陈列下去找 这个彼此之间的话就浪费很多时间了 可是因为便利超商 它知道大多数的人 对于常温冷藏跟冷冻是理解的 而且大多数的人知道 在他过去的采购经验当中蔬菜 饮料或者是类似所谓的奶制品 应该是怎么样的摆放 所以当他把这个牌子一摆出来之后 我们的沟通迅速就有同样的逻辑了 因为我们同样的逻辑 所以在索引过程当中就变得比较简单 除此之外 郝哥想请教志源 在你生活当中 除了我们刚讲买水果买这些东西之外 你脑袋里面如果想到索引这两个字 所以索引就是我要去找什么东西 或买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地方 你会感受到 就是当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很快的 在我们双方之间的归类分组里面 收敛到你可以找到东西的索引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 我可以谈谈就是在买书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我们经常要访问到很多不同的作者 所以我们都要找到一些关键书籍 比方说我今天聊理财 我就会看理财类的书籍 它可能会归类在财经理财 可是如果今天我要谈医疗 它可能归在生活 可能归在医学 如果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比较心灵鸡汤类的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心理资商师 那它可能就会归类在心灵 或者是理智 所以我们在买书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看到说 哇不同的类别有助于我们在挑选这些书籍 或者是在准备节目的内容 没错 所以说你看 其实像这种索引是什么概念 像台湾的话 每一年大概出三万多本的书 如果你在大海捞针里面 要去找好哥的书 比如说是在伯克来 或者是某某什么地方找的时候 当然你现在可以直接打字 但是如果你记不得好哥的书名的话 怎么办 你又记不得好哥的名字 但你知道说 我的赢在逻辑思考力可能会是在商管类 可能会在沟通类的时候 至少在分类里面去找 就缩小了我们寻找范围 缩小了寻找范围就是收敛 而这个收敛 你知道我放在哪一类这件事情上面 某种程度上面 它也就是我们彼此共同认知的逻辑 甚至像刚才志源讲的书之外 我自己的话 几乎每一天都会去网站上面 我自己有订阅的听书 订阅听书的时候 像我订阅的这几个 比较我常常听 不管是翻书或者是得到 它里面就有各种不同的听书的分类 有心灵类的 有经济类的 有历史类的 对我个人而言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我希望有多元的知识的萃取 所以我就可能是礼拜一就听心灵的 礼拜二就听经济的 礼拜三就听历史的 我就这样子跳着这样跳 跳着这样听 对我个人而言 等一个礼拜七天完毕之后 我就知道说 至少我在七个类别里面 我都或多或少的摄取到一些 我想要去摄取到的知识跟经验就好了 而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也是一个收敛的方式 让我们能够快速的知道 我们得到了哪些东西 或想要哪些东西 除此之外 好哥想跟大家分享 我刚刚说了 一个就是降低我们的沟通成本 跟时间成本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还是跟资源相关的 尤其在公司里面和我们个人 也是一样 我们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常常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之前也提过 当你想要有一个好选择 所以你要很多的选择 而当你要很多的选择的时候 你一定还是必须要最后一个决定 而这个决定是靠收敛的结果 让我们知道说 要把资源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开发一个新产品 开发一个新产品之后 我们要在全世界去做所谓的marketing 要全世界所谓的marketing的话 公司如果是财大气粗的话 无所谓 但如果今天公司只能去针对那些效益 比较高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能归类分阻 归类分阻是什么 其实地区里面多变性也是非常大的 可是我们会把它分成五大洲 亚洲 美洲 澳洲 非洲 像这样的一个分类 它也是一个归类分组的做法 然后我们去做排序 排什么 我们看了一下 今天我们虽然这个产品在各个地方发展都不错 但是因为广告资源有限 人力资源有限 所以看起来可能在亚洲区 我们先把它当成第一站 去做所谓的销售的战略的先锋 可能会比较好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把全世界这件事情 分成五大洲之后 归类分阻 收敛在一个地点 作为你资源投入的地方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管是以沟通的方式来讲 或者是以战略的选择角度来讲 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什么概念 资源有限 不管是购买的时候 或沟通的时候 能够降低我们的沟通资源 降低我们的沟通成本 或者是我们真正要做决策的时候 去获取成本效益的商业价值的交换 做生意也好 或者是做买卖也好 你不可能把所有资源 平摊在各不同地方 就像拿破仑大传里面曾经说过的 我们今天资源有限 他要去攻打数额的时候 虽然我们人力资源有限 但是我只要集中去攻破一个地方 我只要集中 集中两个字就是收敛 我依然有机会能够以寡集中 毕竟不管是个人而言 公司而言甚至国家而言 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之下 收敛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所以简单来说 归类分组不管说是我们在双方建立沟通共识 或者是建立相同逻辑的过程里面 能够迅速理解双方说的是什么 比如说牛奶之方冷藏区 所以我很快速可以找到 这是一种建立沟通的共识 降低沟通成本 另外一种是因为不管再怎么样 我们能够使用的资源有限 所以先从某一个收敛的地区开始 达成彼此沟通之后 归类分组的共识都是强调 在有效的资源能够取得最大效益 并且让彼此之间能够理解 说的是什么 达到一个共同逻辑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这才是一个归类分组 收敛最重要的意义 所以透过相同的归类 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透过不同的延伸 扩张彼此的边界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好哥来跟我们分享 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今天谢谢好哥的分享 让大家增长了不一样的逻辑思维 谢谢好哥 谢谢 谢谢志愿 拜拜